Lio聊世紀天梯中心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喬治亞人對上波斯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迪圖 先來介紹一下黃色選擇的是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強化教堂 是可以增加村民的工作效率的 只要在農田裡或是礦區擦下這個強化教堂 就會獲得這個工作加速 喬治亞人的羅車一開始就會贈送你一台 所以這個羅車一開始可以難探土 但是不能訓養動物 所以這邊看到羅車碰到羊也沒有辦法進行降伏 所以喬治亞人還是要用這個漏馬去碰到這個羊 才可以獲得這個羊的控制權 喬治亞人主要是打步兵跟騎兵鬼重點作戰 因為他的工兵沒有拇指環 所以不管是打馬弓或是奴兵都會稍微弱了一點 後期可以打算打火槍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他是沒有火炮的文明 所以在後期的一些控制戰來說 喬治亞人會稍微弱勢一些 喬治亞人最大的特殊 是他的肉馬可以回血 那當然不是只有肉馬 就是這個騎士 莫娜斯卡還有肉馬 全部的騎乘單位都可以回血 喔不是騎乘單位 馬弓也算騎乘 但馬弓不能回血 那他的騎兵呢 是屬於比較厲害一點的 到了地獄世代 可以回到屬滴血 喬治亞人的後期呢 主要打這個莫娜斯帕 配上寶兵喔 還有火槍跟工程系 是比較常見的組合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波斯人 波斯人現在已經有很多改動了 他也是重製的一個舊文明 波斯也是世紀帝國裡面 最早期的文明之一喔 波斯人他的特色呢 是在黑暗時代的時候呢 可以增加這個工作效率5%喔 到地獄時代是可以到達20%的工作效率喔 那這個TC工作效率喔 是包含生村民喔 還有生這個織布技術 還有時代升級喔 都可以吃得到的喔 那波斯人他後期呢 主要是打這個 騎兵路線 還有攻兵路線 都比較適合 波兵路線的話 只適合打槍兵喔 因為他只能升級到長劍兵 沒有雙手劍兵的部分 民兵系喔 會稍微弱了一些喔 那他最近呢 有多了一個新功能喔 這次改版喔 讓波斯獲得了城堡時代 可以研發安息人戰術喔 所以波斯人城堡時代 可以打馬功喔 但是他馬功呢 只有二級射喔 所以用起來喔 其實是有點堪用喔 到地獄時代 就去打馬功路線 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喔 可能還是要看情況 去轉出自己的馬功喔 那後期打這個波斯工兵 還是比較省黃金一點喔 還是比較適合 這個比馬功更適合一點喔 我個人認為 那後期呢 波斯當然也可以打這個 新的 薩瓦爾奇兵喔 他的遊俠被取代喔 被這個薩瓦爾奇兵取代 血量比遊俠少15滴血喔 那防禦遠防的部分呢 比遊俠多了一點喔 但坦度攻擊速度來說 比遊俠還快了一些些 所以 要走去應用這個薩瓦爾奇兵喔 其實是有點看情況的 當然你要把他當成一般遊俠來用喔 也是沒有問題的喔 那波斯的人後期呢 還有這個我們 著名的波斯戰象 那這個波斯戰象呢 現在改版喔 有這個自帶相夫的能力喔 以前波斯的金冠是相夫喔 那他現在有自帶相夫的能力喔 移動速度非常快速喔 而且對建築的傷害喔 從8點提升到了30點喔 所以波斯戰象喔 本身就是一個工程器的單位喔 那這個工程器的血量非常多喔 而且也可以打人喔 非常的麻煩喔 不管是要拆建築物或是打人 都是相當強勢的一個單位 那波斯的人後期呢 也可以再轉一些 那個 那個叫什麼 也可以轉一些 這個老頭出來喔 因為有時候你的大象可能會被遭響到 雖然波斯的 修道運科技喔 是非常弱的喔 那 可以在後面幫這個波斯戰象補血喔 如果波斯戰象被遭響掉的話 也可以即時遭響回來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比較推薦的打法 如果真的要打波斯戰象的話 OK 好我們接下來來看到 兩邊已經點到了封建時代 目前看到的是波斯人 右邊喔已經是爬打 已經到了巴木喔 稍微講一下配置喔 這個巴木配置是一個正常的配置喔 八九十喔 都是OK喔 要根據你的文明去做一些改動 那波斯這個文明喔 比較 欸怎麼說呢 經濟效率其實蠻好的 待會要配到石墓也不是太大問題喔 石墓的優點喔 石墓的優點喔 是你可以快速轉出你的馬舊 跟撒下更多的農田喔 然後轉出射箭場的壓力會比較少 還有這個冰工廠 那波斯人這邊 直接點下一擊伐木 然後打一個洛馬開局 那這邊看到喬治亞也是要打洛馬開局 喬治亞在洛馬戰來說 會優先於比波斯人來說 有優勢一點喔 因為他的洛馬會回血喔 所以如果可以在殘血的時候 多回那一滴血喔 多扛了一刀 那對於喬治亞人喔 就會有相當大的幫助喔 好那這邊看到兩邊肉馬 剛剛爆打了一波喔 目前 波斯這邊的肉馬喔 血量稍微偏低了一點 好 當然喬治亞人這邊 沒有轉出太多的這個 槍兵 槍兵都是少量出 那槍兵比較少量的儀式喔 就是沒有打算要大爆潛壓 波斯這邊到頭 如果要潛壓的話 這邊家裡槍兵先稍微走多之後 可能要再繼續補喔 那如果沒有大爆潛壓的話 可能就是用洛馬稍微騷擾而已喔 那什麼是大爆潛壓呢 好就是 稍微解釋一下喔 大爆潛壓這個東西喔 就是 除了用洛馬潛壓之外 後面還會帶一些槍矛阿 還有槍兵之類的喔 這就是我所謂的大爆潛壓 好這邊轉出工兵喔 所以那這邊 槍兵又要繼續按了喔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大爆潛壓的一個策略 這是我個人的講法啦 實際上是不是大爆潛壓 大家就自行判斷 也可以直接講說 槍矛前壓 還有這個工兵喔 那我覺得這個打法是非常強烈喔 你有肉馬 又有槍兵 又有工兵 什麼都有的情況下 對手是非常難受的 當然喔 你要打這個打法的話 家裡一定要稍微微好 所以刀盒這邊呢 已經把家裡微的差不多了 右邊這裡有個開口而已 這邊的部分 他要闖過來的話 已經要通過TC了 右邊 左邊槍兵防守住 要用自己肉馬 開始往前探 看一下沒有什麼 這邊配了一隻槍兵 跟一隻工兵 先射一下 被戳掉了這隻長槍兵 我們繼續補 這個木門被打破了進去 好 敲架人在礦區補了一個箭塔 他覺得這個木牆會被打破 他也無力可以守住喔 他為什麼不能守住呢 是因為他沒有射箭場 這裡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沒有射箭場的話 你不能出毛兵喔 那甚至你出毛兵的話 對方有這麼多肉馬 你的毛兵也會瞬間蒸爆 即時出了槍兵 也會被波士的工兵給打爆 好 這邊目前看到波士已經點到城堡時代了 哇 這邊爆打一波 肉馬只剩下兩隻 然後再來呢 這邊被破挖的時候 轉出了兩根箭塔 作為防守 那下面這邊大石槍 已經圍得差不多了 哇 這邊防守相當到位喔 那波士這邊利用自己的 攻兵喔 一直去按的關係喔 所以現在不太需要 花太多肉 所以城堡時代點得很快喔 那喬治亞人其實也沒出什麼兵喔 但是時代上還是落後了一些喔 那波士這邊由於有這個封箭時代 黑暗時代的工作效率10%提升的效果 所以現在城時代速度非常的快喔 喔 這邊道特這邊三射箭場轉出喔 準備要來打這個馬攻路線喔 現在大家喔 只要在情緒上面 看到人家打這個三射箭場喔 十之八九 他打的就是馬攻喔 因為雙射箭場出奴兵是比較常見喔 當然也有這個三射箭場出奴兵的部分 當然其實三射箭場 主要是來打這個馬攻 更常見一點喔 那看來道特是想要來打這個波士 城堡時代可以升級 安血人戰術的馬攻策略喔 進行壓制喔 那安血人戰術有什麼特別的呢 稍微解釋一下喔 安血人戰術這個科技呢 可以增加馬攻的兩點遠防喔 而且可以對長槍兵器喔 造成四點的額外傷害喔 所以對於打這個 布奇作戰的喬治亞人喔 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那這個效果呢 讓波士人可以在城堡時代 蓋出城堡 轉出波士戰象 配上這個馬攻喔 安血人戰術 其實是一個很強大的一個搭配喔 你想想 戰象只怕老頭跟槍兵 如果槍兵被馬攻封住的話 反制的方式只剩下老頭了 那只剩下老頭的情況下 又可以回到我們剛剛開頭講的喔 波士雖然修道院科技很爛喔 但是可以在後面配一些老頭喔 在後面幫忙補險喔 甚至反招回來喔 那這個打法是最近喔 比較多頂天高手在練的招式喔 那我只是幫大家 把這個重點畫出來喔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打 這個相克的原因是為什麼 所以大家 覺得這個戰術強弱 自行判斷喔 這個我沒有辦法給出結論喔 我是覺得還蠻厲害的啦 但是這個操作力喔 跟這個實際的控制來說 是相當困難的喔 畢竟我們剛剛有說喔 這個是點尖選手們的 比較常用招數喔 好 那這邊看到這邊轉出了一台弩炮 這邊弩炮燒效果非常的好 這邊全部的單位已經到了半血以下 血量已經不滿一半囉 187滴 那波斯這邊是3TC開始運作喔 哇 波斯的承認中心效率喔 在城堡時代來說 4TC等於是5TC的爆兵 不是爆兵喔 爆這個村民的速度喔 所以波斯到達這邊轉出3TC來說 等於是快要將近4TC的工作效率 所以波斯人來說 他3TC轉下去之後 需要按出更多農田喔 才會應付承認中心的 村民的肉類需求 好 那這邊趕快要趕快撒農田喔 不然波斯這邊要斷村 哇 這邊還偷點2級農 哇 道特真的是細節大師啦 但是這邊他感覺會斷肉喔 先補個4級 待會要先買個肉 然後農田這邊先撒的話 可能會 還是會斷肉的可能 對 先補個4級 待會先買個肉 不斷村 然後再趕快撒下農田喔 這樣可以維持自己不斷肉的一個問題 好 但如果這邊撒下太多農田的話 自己的馬功喔 就會很難產生出來喔 這也是波斯3TC 陳寶斯在開農的一個問題喔 不過你要開農的話 馬功數量就少 馬功數量少 就沒有辦法壓制敵人 沒有辦法壓制敵人喔 自己就可以開始轉農喔 就不用再去轉這麼多的馬功出來喔 這也是波斯的一個 比較彈性的打法喔 這個新版本來說 是可以這樣子玩的 好 那目前看到 波斯這邊是撒下了更多農田 4個城市中心也補下了 但這個城市中心補的位置 挺微妙的喔 補在正面的位置 如果是我的話 我想要補在這裡 這裡有黃金啊 還有露喔 木頭還可以吃一下 大家可以再上去喔 還可以再控這個礦區喔 也比較順路一點 喔 我是比較害怕喔 這個村民喔 都不在前方喔 在前方拔木啊 幹嘛的 還適合被打到 雖然可以把這個TC 當成一個防守建築物來用 看這個防守效果 依舊是有限的 好 那目前看到 喬治亞人這邊是補下了 非常多的莫娜斯帕 那莫娜斯帕這個 寶兵單位呢 每五隻騎兵 或每五隻的莫娜斯帕 都會增加一點的 莫娜斯帕的傷害 所以莫娜斯帕 最高可以加4點的這個傷害 最多大概20隻的騎兵喔 就會增加到4點傷害 效果其實是非常不錯的 但是要爆出這麼多的騎兵來說 這個資源也是 要非常雄厚 雖然他的黃金喔 來說只要45塊黃金喔 相當便宜喔 但是他的肉類需求呢 也是要60肉 所以你出到60隻 莫娜斯帕的騎兵喔 代表你需要600肉 跟450黃金喔 哇 你看這邊 就需要這麼多的資源 好 出不去呢 遇到馬功 尷尬 哇 騎兵鎧甲 還沒點二級鎧甲 但是現在有九隻的關係喔 實在是有多加一的 OK 後面轉出了一隻老頭 但是沒有招槍到 但這邊馬功數量真的太少 或是為了拚經濟喔 所以馬功沒有繼續按 這邊要轉出一些馬功 沒有跑速的關係 一直被追著跑 後面老頭救一下 還有一隻槍兵 趕快招一下滿血的 哎唷 招到一隻 不錯 然後莫娜斯帕這個單位喔 很噁心的地方是 他天生喔 就有12攻的傷害喔 天生12攻的騎兵喔 目前好像只有 莫娜斯帕有吧 我記得 喔 還有貴族鐵器是不是 這兩個單位是 就是 其實這種單位喔 是很少見的 而且他造價非常便宜喔 45黃金的造價 就可以造出這麼高攻擊力的傷害 是相當不容易的 但是他缺點喔 就是血量特別的少 即使點下的品種也只有95滴血喔 沒有點品種只有75滴喔 非常低 所以這個喬治亞人喔 打這個莫娜斯帕這個寶兵 還是需要大量經濟喔 去支持他的這個莫娜斯帕 才有可能打出他的強大傷害率喔 那 莫娜斯帕呢 由於是寶兵關係 又需要量產 所以會比較建議喔 第一根城堡跟第二根城堡 都插在家裡喔 不要插在外面喔 讓對方有巨型投擲機喔 可以直接拆到你的城堡的可能性喔 雖然喬治亞人的團隊加成喔 這個修城堡的價格非常便宜喔 但是 還是喔 沒有辦法抵抗這個大量巨頭傷害喔 被拆掉可能性還是有點高的 好 那我們這邊看到喬治亞人把城堡往前蓋了 喬治亞人在高地蓋城堡也是有一點優勢的 他在高地減少這個傷害非常多 再減少多15%喔 原本25%再加上15%喔 可以減少40%的傷害喔 不管是你是單位啊 或是建築物喔 都可以吃到這個減免傷害的效果 所以 曹治亞人喔 還是比較適合高打低這個策略喔 好 那看到波斯人這邊點下了 手推車 要讓自己經濟來到最好 這邊是已經來到了5TC阿 這邊5TC相當等於是別的文明的 6到7TC左右了 經濟超好 村民領先50村阿 村民大暴農 然後可以轉出這麼多的馬功 喬治亞人這邊是3TC開農 經濟完全跟不上波斯的暴農狀態 跟波斯比喔 是一個慢性自殺 這個講得非常好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好 這邊要重創波斯 才有可能把經濟打回來喔 雖然波斯的馬功現在來到28隻的數量 而且品種也補了 每隻馬功都有70滴血 攻擊力8點 但彈道全新的也補下了 現在射得非常準 後面再補下更多的射箭場 拇指環這時候也補下 待會馬功射速又會更快一些 這邊打了一下挖手的村民 這邊補蟲花教堂 補進去 這邊蟲花教堂也可以射箭了 好 帝王時代補下 哇 帝王時代只要2分45秒左右 升級速度相當快速 OK 我只玩點下了 攻速加成 攻擊速度變得更快一點 馬功拉功也會更好打一些 好 那波斯在這邊補下了一根城堡 後方這裡 繼續亂竄村民 當然道德這邊 是沒有打出這個特殊打法 和馬功配戰象的一個打法 這個有點可惜喔 城堡時代可以看到戰象配上馬功 是一件很療癒的事件 畢竟馬功也可以用自己的射程跟機動性 去擊殺對方老頭還有長槍兵 配上戰象來說在城堡時代是一個無懈可擊的打法 好 這邊看到馬功繼續壓制 但是馬功暗險戰術還沒有好 但可能也沒差 畢竟打騎兵喔 這個暗險戰術是完全沒有吃到任何的影響 暗險戰術變好 近戰防御加1 遠防加2 忘記了這個近防御加1喔 其實還是有差的 大概差一點 好 那我們先看到 全方的城堡兩邊都在對峙當中 但是以帝王時代來說 喬治亞人還差了有點遠喔 經濟差距現在被拉開得非常大 我們來看他經濟差多少 目前這位喬治亞人 石頭贏了1100 但是黃金石頭快要將近3000 石頭也是輸了3000 木頭則是輸了大概快要一倍左右了 哇 太扯了 波斯就是這麼的濃 經濟直接快要領先領一倍 好 喬治亞人這時候也補下了帝王時代 好 波斯就是第四點點下了化學 好 馬功再稍微反擊一下 波斯補裝馬功補下之後 傷害還會再多加一點喔 化學再加上控裝馬功 攻擊力變成7加310 10點的傷害喔 跟一般的馬功來說 少了3級射 射程比一般的馬功少了一點喔 然後射程也是少一點 所以用起來是有點堪用 喔 射掉 好 這邊喬治亞人在等敵王時代 後方騎兵少女去烙背一下 看可不可以烙到一些村民 好 這邊波斯的馬功 來到驚人的47隻 巨星投石機在慢慢產生當中 右邊城堡開始控圖 那左邊這裡呢 待會也可以再補一根堡 可以守住這個黃金礦 或是直接補在這個區域喔 守住這個黃金礦阿 或是石頭的區域也都是不錯的選擇 好 波斯人點下了 這個金銳戰相 各位金銳戰相配上馬功喔 就是我們剛剛說到的 我打馬功 你秒卡出槍兵 那我出戰相的話 你要怎麼打呢 你出老頭 這個馬功可以瞬間點掉 你出槍兵 馬功也可以加上 這個安險戰術點爆長槍兵 不管怎麼打 這個波斯人喔 優勢是非常巨大的喔 那真的要解掉這個打法的話 可能是需要非常大量的經濟喔 轉出非常大量的槍兵 配上戰毛兵喔 或者是打出這個 這個叫什麼 那個叫喔 這個 頭石車 或者是弩炮 然後可能打得比較好 那波斯戰下這個單位喔 被大量頭石車砸掉喔 這個傷害還是蠻高的 而且波斯戰相是很容易聚集在一起的單位喔 所以喬治亞人有重頭喔 也可以進行這方面的反擊 但是我們剛剛說到 這些東西都是需要強大經濟喔 才可以轉得出來的 那喬治亞人這邊是會有 強化教團的這個經濟加成喔 但是這個加成 並沒有到非常非常的有感 那現在目前為止喔 村民術來說還是比較重要的喔 好這邊去拉弓 莫娜斯卡的精銳有點難點 需要一千多肉 好正面直接攻擊上去 這邊拉弓拉得非常好 擊殺掉了非常多莫娜斯卡 後面的奴浩串燒效果 打到一些傷害 第一時間擊火掉的劇情後 吸了兩台 波斯的巨頭只剩下一台 應該是沒有辦法可以打掉了 好這時候波斯點一下金罐技術城堡 城堡頂下之後 傷害或多加4點傷害喔 非常高的傷害 而且他的城堡呢 還可以對重生加3 步兵加3的傷害 而且可以獲得 減免25%的傷害效果 所以波斯的城堡 到了後期也是相當 有坦度的 波斯戰相繼續按 按到了十隻囉 這個波斯戰相溢出來 喬架了要怎麼解呢 這個看起來不好解啦 波斯戰相三級防也要好了 金瑞也好了 我看這個三級防好 溢出來就可以直接往前衝了 波斯利用自己的強大經濟 轉出了這個最貴的單位 波斯戰相 三級龍也補 三級龍三級木都有 這就是波斯大暴龍 國民優勢喔 喬治亞人這裡補下了二攻 三攻的部分 也很難點 金瑞也沒辦法點上去 哇 怎麼看起來 喬治亞人對抗波斯的 有點毫無招架實力啊 感覺馬攻路線有點 壓制住了 喬治亞人的 莫娜斯帕的路線喔 好 這門巨頭繼續開拆 這一頭 木娜斯帕的到後面已經被 波斯看在眼裡 這裡也沒打算收村啊 走過去 打個一波 還是確實擊殺掉了一些波斯村民 不收村的好處 就是這些村民喔 可以繼續工作 但是確定就是 被擊殺掉的話 這麼會很虧喔 最近人家三下一只村民喔 好波斯戰象出來 結果喬治亞人看到戰象直接打出了GG 結果是使用投降全解戰象啊 這個解法解的相當漂亮 是我的話我也會張解啊 這個戰象 我怎麼想 喬治亞人要解掉 是相當不容易的 投降全解確實是一個好招數 那金瑞戰象現在有免費的相夫 而且金瑞戰象攻擊是20加1血量620滴血 短期之內他用他的經濟 要解掉這一坨戰象 基本上是無功利的事情 不可能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有波斯人拿下食物跟木材的勝利 黃金的話則是贏了3000左右 哇這個時候的話只有少數一把 基本上其他資源種種加小 贏了大概快要2萬資源了 哇非常的兇猛 那軍事方面呢是波斯人拿到1.13 喬治亞人這邊還有0.88 主要是打了非常多的村民 當然波斯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就是出村民的速度很快 所以即使被殺的那些村民 也馬上可以補出來這些村民 損失掉的村民 所以感覺上波斯人並沒有 受到嚴重的經濟損傷 反而是喬治亞人 這邊的TC開的不夠多 經濟只有3TC 然後有點落後於波斯這邊了 那後期這邊再轉出更多的波斯戰象 這人就是一波倒了 24隻真的是解不掉 這個老頭只要想招到手軟 可是也招不完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